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德意志工人党到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表面看来只是政党名称的改变 事实上由于希特勒的加入 政党的一切包括组织形势 党政纲领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纳粹党成立 战后初期各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下层民众在通货膨胀中深受其害 工人大量失业 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 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严厉制裁更是令生活朝不保夕的德国人沉浸在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当中 意图寻找发泄情绪的途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就这样在德国逐渐发展起来 在诸多参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体和政党当中 一个由一群极其仇恨犹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团体脱颖而出 成为了后来令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颤抖的力量 纳粹党 纳粹党的前身是1904年奥匈帝国境内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 随着一战后奥匈帝国的瓦解 该党分裂成上西里西亚 奥地利和波西米亚三个分支 为了协调和统一个国的民社运动 三个分支组织又联合组成了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国际局 并竭力敦促德国类似的组织参加活动 1919年的1月5日 慕尼黑的机车厂机工安东德莱克斯勒 将此前成立的独立工人委员会和政治工人集团合并 建立了新的德意志工人党 同年的9月 以德国陆军政治工作职员身份到慕尼黑 调查德意志工人党的阿道夫希特勒 加入了该党 并成为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开始参与该党的主要活动 2.天生领袖 希特勒于1889年的4月20日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 与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地区的莱因河帕 一个名叫布劳脑的小镇 父亲是当地海关的一名普通职员 三岁的时候 希特勒跟随父母搬到了德国巴伐利亚的帕骚市 伴随他一生的巴伐利亚的南部口音 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六岁的时候 希特勒的全家又搬到了奥地利 他还被送到了一家公立学校读书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希特勒的父亲开始酗酒 不仅领着全家在附近的许多村子是搬来搬去 还动不动就对孩子拳打脚踢 可能正是这种幼年时的家庭暴力 导致了希特勒性格当中残暴的一面 九岁的那一年 希特勒成为了兰巴赫天主教堂唱诗班的一员 后来希特勒说 自己的演讲才能就是在唱诗班中 涌唱圣歌时培养起来的 父亲一度希望希特勒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公务员 但希特勒显然治不在此 后来他曾对纳粹党的副领袖赫斯 讲过自己十一岁时候的想法 我才不要当什么公务员 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 不能再自由的支配我的时间 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那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 心中就感到作傲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一个画家 做个艺术家 我的父亲听完之后大吃一惊 张口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应该是希特勒第一次反抗父亲 虽然未能说服执拗的父亲 希特勒的倔强性格却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学校他以荒废学业的方式来表示对父亲的抗议 他的反抗仅持续了三年时间 便以父亲的离世告终 自此希特勒几乎彻底放弃学业 陶醉在艺术家的美梦里 整天在多脑河畔享受着空虚的舒服生活 他称那一段时间是他一生当中最快活的日子 1907年母亲去世之后 18岁的希特勒孤身来到了维也纳 计划报考艺术学院 但他未能顺利的通过入学考试 从此 希特勒开始了在维也纳的流浪生活 没有经济收入 只能靠父亲遗产和政府救济金度日的他 搬进了一个廉价的单身公寓 除了绘画之外 他对那些大肆鼓吹极端国家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游主义的小册子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那段流浪的日子里 希特勒形成了自己的信仰 他所属的亚利安族天生就是高贵的 而犹太族则天生是低贱的 反游主义自此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希特勒自愿参军奔赴战场 数次死里逃生 因为表现英勇多次 祸班勋章 一战结束之后 因军队裁员 希特勒被迫复原 受政府的委托 担任政治训练工作 凭借着演说这一特长 他开始与德意志工人党有所接触 并于1919年加入该党 凭借着极具煽动力的演说 希特勒很快成为该党的骨干力量 1920年 希特勒在与德意志工人党的 其他领导人讨论之后 起草完成了该党的党纲 25点纲领 继党纲之后 希特勒又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 对德意志工人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完善 1920年的4月 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 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也就是后来的纳粹党 并于9月30日正式在慕尼黑等级 同年的夏天 希特勒特别为该党设计了分别代表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红底白元心 中间镶嵌黑的党旗 万字旗 12月 在希特勒的唆使之下 纳粹党用6万马克收买了一家濒临破产的 反犹太人的小报纸 叫做人民观察家报 把它作为党报 为该党做舆论宣传 同时他还积极筹备成立了名为冲锋队的武装组织 因其成员身着褐色制服 佩戴万字必章 又名鹤山队 在希特勒的努力之下 纳粹党的队伍迅速壮大 1919年9月的55名党员 经过三年发展到了5.5万名 这其中希特勒居功至尾 所以在1921年7月的纳粹党的大会上 他被推举为主席 随后他废除了选举制 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原则 自此纳粹党成了他实现政治理想最强有力的工具 然而成为纳粹党的元首才只是一个开始 希特勒的目标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以他当时的身份而言实现目标 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 夺取权力 三 啤酒馆暴动 1923年年初 机会终于来了 因魏马政府拖欠凡尔赛合约规定的战争赔款 1月11日 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全德国最富饶的工业重镇 鲁尔区 并控制了当地的矿井和制造公司 德国政府只得用停工停产这样被动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进行应对 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的消极抵抗 不仅未能逼退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 反而令德国的经济彻底停摆了 魏马政府被迫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支付被法国解雇工人的赔偿 如此一来 本就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为加剧 德国经济随之陷入绝境 眼看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德国和德国人民 希特勒乐开了怀 他认为自己的时代到了 于是他积极着手准备推翻魏马政府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 希特勒确定了自己的夺权计划 首先夺取巴伐利亚地区的统治权 然后以此为基地向柏林进军 在全国建立纳粹统治 为了壮大声势 希特勒决定以特殊手段拉拢巴伐利亚的军政头目 11月8日晚 希特勒在德国军界重量级人物 埃里希·鲁登道夫的支持下 率领纳粹党的冲锋队闯入了慕尼黑南郊正在举行集会的贝格伯劳凯勒啤酒馆 宣布全国性的民族革命已经开始 并扣留了在那里出席集会的巴伐利亚的行政长官冯卡尔 担任要职 在冲锋队枪口的逼迫之下 卡尔等三人先是假意英语 后来趁机逃脱之后便立即发表声明 与纳粹党划清界限 表示在非自愿的情形下发表的言论均属无效 此外 他们还调来军队准备进行武力镇压 勒令取缔纳粹党 为了扭转局势 希特勒宣布成立新政府 并决定在第二天向慕尼黑市中心发动进攻 次日的行动中 冲锋队遇到了武装警察的阻拦 最后16名纳粹党员被击毙 鲁登道夫当场被捕 11日 警察逮捕了希特勒 并把他投进了兰茨贝格监狱 纳粹党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夺权尝试彻底失败了 魏马共和国宣布取缔纳粹党 希特勒被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 这段名义上为五年的刑期 其实不到九个月便结束了 而且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 希特勒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除了获准享用特别饭时 还让他住在有两扇窗户 阳光充足的单间牢房里 午饭时分 他可以在墙上挂一面万字旗的休息室进餐 还可以口若悬河地发表他的反动言论 使得狱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变成了笃信的纳粹分子 此外 后来成为纳粹党重要人物的鲁道夫赫斯 自愿追随他来到了兰茨被阁捷御 记录下了希特勒口述的伟大著作 《我的奋斗》的第一卷 该书后来成为纳粹党的纲领性文件 1924年12月 假释出狱的希特勒在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之后 决定转变思路 通过合法的途径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于是他首先拜访了巴伐利亚地区的总理 并使他在1925年2月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刊的取缔令 纳粹党的重建开始了 此时希特勒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被取缔后的纳粹党分裂成了若干派别 有反友主义派 也有社会改革派 这些派别之间存在政治主张上的差异 但他们也有共同之处 就是这些被统称为北方派的人 都希望走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 也就是社会连带主义 如果真是这样 纳粹党的发展就偏离了希特勒最初设定的方向 于是他巧妙地利用北方派内部存在的分歧 轻松地获得了1926年的2月4日 召开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中绝大多数的认可 重新回到了领袖的位置 所有的变化都是希特勒操纵的结果 为了防止纳粹党再发生分裂或者是方向偏差的情况 希特勒在1926年5月的慕尼黑会议上宣布25点纲领永久不变 同时将党纲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换句话说 所谓的纳粹党党纲其实也就是希特勒的理念 当一切都尽在掌握之后 希特勒开始致力于纳粹党的重建和壮大工作 通过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希特勒将纳粹党设置成了小型的政府组织 为将来真正的政府机构做准备 通过扩建地方组织 希特勒把全国分成了9个地区 将纳粹党朝全国范围扩展 通过增设分支组织 附属协会和党卫队 不断的扩充专属于希特勒个人的武装组织的规模 和增强武装组织的战斗力 纳粹党就在希特勒的精心策划下一步步的发展壮大 朝着实现其合法夺权的目标 迈进 纳粹里 纳粹里是指德意志里 方式为高抬右臂45度 手指并拢向前 意思是德意志及其人民和利益高于一切 它由古罗马右手伸直 手掌朝下的敬礼手势演变而来 在1787年到1934年间 曾是美国通用的举手礼之一 后由于纳粹敬礼的关系 美国立法废除了这一举手礼 纳粹礼是纳粹党对元首希特勒忠诚的一种表示 在1933年到1945年间的德国 是极为平常的问候方式 目前这个手势在许多国家都被立法禁止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